好漂亮的波妹啊 怎么感觉自己变成狗之后 口味也变了 不过 是新的啊 快醒醒 敢问这位大哥 这里是哪里 你小子 竟然不知道这里是我的地盘吗 敢问大哥 那里有人快追 都追到这里了吗 小子跟紧握 小子 你挺厉害的呀 只剩一条狗 就能突破外面的包围 进到我的地盘 大哥 你可能误会了 我是被传送到这里的 传送 大哥有所不知 我刚才明明还在峡谷当中 被别人暗算死亡 本应该复活的 可是我真言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我已生殖此处了 看来你就是预言中所说的 那条狗了 预言 我们到了 进来吧 你回来了 嗯 来小阿哈 给你介绍一下 什么小阿哈呀 我的名字叫李信了 嗯 行 来小阿哈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村长 都和你收过 叫李信了 不过 村长好 嗯 你出去 有发现 什么新的线索吗 没有 外面对我们的封锁很严 就在刚才 我们差一点被发现 哎 狄大人走了那么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预言中的东西 村长 先别着急 我相信狄大人 一定会找到的 不过 我今天出去 找到了预言之狗 你不会 说的是他吧 啊 你决定 嗯 那你和他说过 我们现在的情况吗 没有 我正准备告诉他 小阿哈 刚才我俩聊的 你应该也听到了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们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被传送到这里 下面我一一解释给你听 在三年以前 博士毫无征兆地 发动了对王者峡谷的战争 博士用他的药水 把我们的宠物 变成了兽人 把英雄们的性别反转 而且对我们当中的 一些人进行了控制 不过幸好我们的人 跑得及时 逃脱了博士的魔爪 所以说关我什么事 在一年前 停一停 长话短说 现在的年轻狗 怎么都那么浮躁呢 行吗 长话短说 我们的战友 明世尹大师 在临死前 预言出了 在一年后的某一天 预言之人 和预言之狗 会穿越到我们的这个时空 带领我们推翻博士的统治 而你 正是我们要找的预言之狗 小二号 虽然我也不想是你 但接受你的命运吧 大哥 我们回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